太上說法師 金鐘響雨雲 百歲長久地 群謀富乾隆 天發善法語 法古正名城 朱天庚善哉 金童五搖青 燕青八霞光 照一歸於心 著法道法稿 意識無隱身 積極如綠音 我是昆仁山洪師傅 今天要跟各位來談 神通與奇蹟 不管是神通 不管是神奇啊 事實上 有很多的人 認為神通 是夏品人的事情 是一文不值的 就好像是變魔術一樣 但是 今天洪師傅 要跟各位大家 來介紹 我們的 昆仁山觀音幕啊 你知道嗎 當一個人 一無所有的時候 當 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只能盼望的 就是 神通 就是奇蹟 就是 神奇 的降臨啊 所以說 神通 對一個 一無所有的人來說 是非常重要的 像我們昆仁山 的觀音幕 在昆仁山 招逢八八水災 一無所有 沒辦法 給 我們的 觀音幕 很好的 地基穩固的時候 然後又 招逢了 現在 在做道路工程啊 然後 挖到了地基 讓 昆仁木 讓我們的 昆仁山 觀音幕啊 全部的地基 都掏空了 這全部的地基都掏空了 促死了 真的 岌岌可危 馬上就要崩壞了 您說 沒有 神通 沒有奇蹟 真 有辦法 是 觀音幕 能夠 穩坐 竹林 年中 呢 這個是 非常 需要 給大家說的 不能 比試 神通的存在 一個人 沒有的時候 一無所有的時候 神通奇蹟 就是我們的 期望 就是 我們的所有 所以說 神通 何處在 當您 一無所有的時候 您的祈求 母娘聽到了 上天聽到 就會顯現奇蹟 感恩 非常謝謝 七文 神